這是樓盤11屏風邁三房兩廳兩廳的壺形 入門的話在左邊這個位置 就是它放鞋櫃的一個位置 走到入面這裏來的話 可以看到是一個客廳的一個位置 非常之闊落 親廳都在這邊 在窗廳旁邊這裏 是有一個L型的一個廚房 在這邊的話它都二樓了一個 放過雪櫃的一個位置 在廚房旁邊這裏還有一個生活用桌 這邊就做了一個飄沖的一個位置 這邊的話就是客廳的一個位置 在客廳這裏的話就是一個 平時的一個生活用桌 都非常之闊落 通風取宮封面的話都非常之舒服的 這個呢就是它的一個客廳 就是一個洗手間的一個位置 在這邊的話就是一個主用房的一個位置 都做了一個小飄沖的一個位置 在這邊的話就是一個主用房的一個位置 給業主的 在這邊的話它就設計了一個衣帽巾 就利用一些空巾 比較舒服一點 這個是一個洗手間的一個位置 這裡呢就是它的一個廁所 是公室分離的 平時的洗手和洗手 不會迫在一起 這裡還有一間客廳 這間也會比較大一些 有一個飄沖的位置 有一個飄沖的位置